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旅遊發展局 首度舉辦香港除夕倒數大抽獎 很多市民一心打算搏運氣 誰不知在這個活動開始之前不夠四小時 旅遊發展局忽然更改了大抽獎的認證程序 本來就說要發送手機SMS認證信息 大家可以拿到驗證碼 在網頁打進去 誰不知現在就改了用電子郵件發送 當然很多市民都收不到那個郵件 故此獲取不到驗證碼 但就算收到也好 那封郵件也會掉到垃圾郵件箱裡 要大家慢慢走進去找 如果有一個驗證碼是否代表參加抽獎呢? 又不是 有記者試過 輸入了驗證碼以後 網頁顯示由於人數更多 請稍後再試的畫面 旅遊發展局呼籲市民要耐心等候 到底等到何年何月呢? 其實一件這麼小的事就已經反映到 你這個特區政府真是容官當道 第一 你連這麼小事都做不好 完全是搞到一塌糊塗 惹起民怨 現在馬聲四起 在那些討論區 Facebook那裡 你是在掃市民的慶 本來你說不搞煙花會演 就玩這個大抽獎 想著全民都可以有份參與 誰知道現在全民都被你吃閉門羹 全民都沒有份參與 那就是找老襯 你本來就應該把這個系統先通過壓力測試 然後再推出 那你現在這個系統一搞就倒當 很明顯就沒有做到這些功夫 而且你又沒有想到任何一個應變方案出來 好了 現在電子郵件收不到驗證碼 那怎麼玩呢? 那些市民怎麼抽獎呢? 原來沒有Plan B的 沒有任何Contingency Plan 你玩不到嗎? 他就叫你耐心等候 等到什麼時候才行 那些除錯功夫又做不好 好 總之就搞了一鑊譜 擺明你就是沒有心機去做好這件事 剛剛只懂得出糧 一班有思惠素餐 你這個旅遊發展局的人 是出多少錢糧呢? 出來交代一下 玩得這麼壞 都沒見過 抽獎都可以惹起民怨 第二件事就是 本來他就說用手機短訊 基本上每一個市民 就算哪一個年齡層都好 起碼有一部手提電話 接收SMS轉訊肯定是沒問題的 誰不知 玩之前四個小時 就說改用E-mail 你這個問題在哪裏呢? 就是你抽獎的原意 就是要與民同樂 不應該架設這些無謂的科技關卡 這裡真是見微知著 從這麼少的地方 就看得出你這些人想法 就不是以人為本 對嗎? 經常坐在一個冷氣房裡 想起一些糞便 我真的想問 那群傭官 到底有沒有考慮到 其實部分的長者和中年人士 根本上他們就不太熟悉 使用這個電子郵件 甚至乎有個別的人士 連電子郵件的帳號都沒有登記 那你叫他們怎樣參加這個抽獎 本來有這個手機短訊 是最普及最簡單最容易的科技 你又不去用 你用一個電子郵件 然後就把那群人排在外面 還要這個電子郵件 根本上是收不到那個驗證碼 這些全部都是拿來衰 這些是不應該去做的 你想一個政策出來 是應該很周全 顧及到不同的年齡層和階層的需要 你要為那些人設想 不是一邊想你自己方便 其實做出來也不方便 根本沒有人收到驗證碼 沒有人參加這個抽獎 那又如何呢? 你也要想想辦法出來解決 至於這個活動被人質疑 你打了身份證 就被人收集大數據 或者電子郵件的伺服器 可能是撤在深圳大陸 這些我就沒有去驗證 反正我覺得這件事 有點機人憂天 過分憂慮 為何這樣說呢? 大陸要拿你的身份證 拿你的電郵 使用鬼通過這個活動嗎? 神祭其他渠道可以拿到 這件事又不用擔心太多 如果有抽獎 大家就玩一下 按幾個按鈕 就博一下運氣 因為不用錢 這些不同 買六合彩 六合彩都給10元出來 這個按幾個按鈕 所以大家又不需要過分擔心 總之懂得抽就去抽 但現在就不用抽 大家都沒份了 另外就講一下何君妖大議員 他今天接受了NOW新聞台的專訪 他在區議會選舉當中 輸給一個新人千多票 值得慶賀吧 但是他到底有什麼反思呢? 他今天在這個訪問當中說到 如果你有一點點觸覺 就不應該去元朗 想回頭可能是 當時我真的疏忽了 事後致電一些選民拉票的時候 也感受到部分選民的語調有所改變 這是他的言論 似乎他想把自己在721事件的角色淡化 何大議員 因為你給人的印象 就好像去到元朗親自督司 你跟白衣人做什麼行為? 拍照 握手 舉帽子 讚好 打卡 然後用一些語言去清許他們 做這些行為 那些白衣人在車站做什麼 不用說了 車站外邊一樣 有人被白衣人用藤條 配到整個背面開花 到底你讚好什麼呢? 對嗎? 你在這件事件當中的角色又是什麼? 這些就真的要獨立調查委員會去查一查他 不過就不是由林鄭偉任大法官 或者達官貴恩來主持那個調查委員會 因為那是沒有公信力的 是一個真真正正獨立的調查委員會 可以查一查何君曉 在這件事件當中有什麼角色 不像你這樣 缺乏政治中國 或者疏忽 你將自己的角色淡化 好像是一個圖人 你怎麼搞的 你當市民真是金如記憶嗎? 對不對? 第二 他就承認自己真是招職 即是講及到 他的辦事處又被人破壞 他父母的墳頭又被人毀壞 都改變不了他的作風 為什麼? 我說話是招職 因為他喜歡說出心裡的說話 就不喜歡轉彎抹角 他夠膽說話就是為了公眾說話 你就是繼續 他說自己在建制派裡特別瓦炸 所以就被示威者針對 第三點就是 不會因為敗選而退縮 對於符合原則的事 即使不獲主流民意的支持 他仍然會智力推動 例如《基本法》第23條 即使他自己也說出來 根本上《基本法》第23條立法 就是不獲主流民意支持 根本沒有民調之前 你已經知道 那你還去支持這件事? 那你到底在搞什麼? 到底你是為民發聲 還是為誰發聲? 你是為哪一個做事? 選民選你出來 你還推動這些? 那就是火上加油 口口聲聲說要止暴濟亂 整派人就去抱身救火 不知所謂 最後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分享 也挺有趣的這個消息 就是來自黃之鋒 那什麼事呢? 他本身參加了區議會選舉的海宜選區 本來當區的選舉主任 就是南區的民政專員 但當時 這個民政專員馬太 他托病來去 即是不肯DQ黃之鋒 後來才找了由占旺區的民政專員 即是蔡亮 由他來操刀 將黃之鋒DQ 好了 今天政府一則新聞公布 他是這樣寫的 新任南區民政事務專員 李新 鄭廣聰先生 將會接替馬太出任 南區民政事務專員 但至於馬太的去向是怎樣呢? 這篇新聞公布裡面 完全沒有提及到 但是黃之鋒就說 他就說 不知早前因病休假的馬太 之後何去何從 不過都在這裡抓他 各身體健康 心靈安康 都很肯定 往後的國際制裁名單當中 一定就沒有他份 馬太真的非常安樂 即是他當日托病 不肯DQ黃之鋒 這招真的做得不錯 至於接替他的菜量 真的要自求多福 黃之鋒另外又怎麼說 他說 雖然跟鄭廣聰先生素未謀面 希望未來有機會認識一下 話畢之前 助理處長 就跟開國際事務 這方面他也有點涉獵 總之先祝他新年快樂 尤其下年過幾個月 都應該會有補選 不知道到時會輪到 香港島哪位的民政專員 做選舉主任 四位 即是中西區 東區 南區 和灣仔區四位 都會輪流 好像坐音樂椅一樣 其中有一個被政府推出來DQ候選人 黃之鋒奉勸政府 不要再推高級公務員出來做炸兩 否則馬太的案例只會陸續有來 難道他暗示將會有很多人有餅 好了 他就說到 公務員團隊軍心有多散漫 相信政府中人被他了解得更多 即是到時又有好戲看了 因為黃之鋒似乎他給美國國會的意見 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即是對於哪些人應該加入制裁名單當中 那幾位的選舉主任就好自為之了 好了這一節先說到這裡 祝大家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